李全教條款出審通過 當選無效確定將追繳薪資 台南市議長李全教因議長會選案 一審判決有罪 議長議員資格都遭停職停權 擔心他在定宴前辭職 回頭參加補選 律委提出修法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也出審通過 未來明代因為會選 被法院判決當選無效確定 將追討任職期間的薪資研究費 修法更爭定 當選人就職後辭職 就不能再參加補選 也因此招批是李全教條款 政治沒有永遠的提任 沒有任何的理由 不需要相見何太極 政治中心綜合報導